40分钟才进店啊 刚刚说了 老板说了 站着吃面费 站着吃面费 我都开拍 站着吃面费 是呀 我今天不做 不要做我都不做 哈哈哈哈 三号准备来三号 二十五号 大家这个认识 紧张都这么多吗 对 一到饭店就这么多 但是外边都这么多 就是躲满了 还得好吃 哪好 各种好 各种好 对 面咋样 嘎嘎地 嘎嘎地 汤咧 嘎嘎地 嘎嘎地 然后那个辣椒咧 嘎嘎地 漂亮 哈哈哈哈 其实大家喂的 就是一碗和了面 这碗面的魅力 为什么这么大呢 开餐厂窝来转一次 吃着行 吃着可以 主要是 嗯 嗯 哦 这属于提前点了菜是吧 对 那边是 一边看着一边点菜 对 哦 是这样子来的 你们算是 组队来的 哈哈哈哈 有人专门抢座 对对对 有人专门点菜 对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到这的话最好组方来 该抢座抢座 该报菜报菜 我们都抢了有个四种粒 明天中午来这吃饭 你觉得牧师跑在哪 要这么勾着你往这跑啊 还是要双勾一些 你会放那个羊油辣椒不 会啊 辣椒不辣 嗯 别想着 它是目前在郑州吃最接近的老牙的味道 哦 最接近了 对 你加了一个醉字啊 嗯 因为郑州好多地方都吃过 但是它那个地方最 给老牙最近的 最接近 对 对 那作为一个夹县人 你觉得一碗好吃的和乐面 它应该是有几个标准 一个面筋 你看它渊润 第二个就是糖 嗯 糖咸 第三个就是它辣椒油 特别重要 辣椒油上是香 不辣的那种 第四个人我感觉就是一个 葱盆 它也不是特别大的葱 也不是特别小的那种葱 这边那个葱 对对就这种 不是特别大 哈哈哈 人家后边都是葱 对对就这种 你看见没有下面框 对 哎呀 这上面外加手印有多好 对 它这种葱看好 咱们做出那种 那种老家那种 大脑那种记忆的味道 25号 25号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哈 不是 喊到 你好 你好 啊 怎么了 这是 为啥呀这是 哈哈哈 因为人太多了 然后喊号听不清 那天在上班的高峰期 都要需要这个 要不然没办法 嗓子喊哑了 也听不到 人太多了 咱这店开多长时间了 呃 将近10年了吧 9年多了 那你一天卖多少袋面吧 平均是下来就是7袋面左右 一袋面是50斤 对 一天的话就是350斤 大碗的熟面是一斤二两 小碗的是一斤 普通的和乐面 大碗14 小碗12 这性价比挺高 当然 除了份量足 这碗面好吃的关键 其实就是这锅汤 为啥会是这个颜色呀 几十种大料打成粉 然后放到这里边 然后这个汤就会感觉都是发黑 一天的话大概放有50斤的羊磅骨 然后每天要煮大概就是100多斤的羊肉 然后羊的那个腰窝油跟羊尾油 可能每天也要放个23斤 要熬这个汤的话 我们早上7点多钟就要过来 然后一直大火熬到11点半 熬制了几个小时的羊汤 配上筋道的和乐面 再来上些羊油辣椒和葱花 这满满的一大碗 看着是不是就挺有食欲 我们也趁热赶紧尝尝味道吧 面条本身其实已经是比较滑溜 但是比较筋道的那种 它整体的味道上来讲呢 属于香味确实很浓郁 但是呢 你会觉得它香味不单纯 只是来自于说 大家会说最多这个羊肉辣椒 还有一部分香味是来自于它这个汤底 汤底的那个味道也是很浓郁的 在它这儿呢 其实除了这个加鲜的和乐面和豆腐菜之外 还有像那个红牛肉啊 卤的一些羊皮啊什么的 都属于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风味 然后呢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也是可以好好尝一尝到 还有一句要提醒您 一定要组团来 这样的话呢 一个墙座一个点菜 会比较方便一些